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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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说你们放学后就不要再留 其实他不是严格上所有事情都不可以做 他只是说你们放学后要立即离开班放学操场 不要再留在这里 因为正常我们会留到很久 即是五六点都不走 接着学生就去校外门口拍照 校外门口拍照 他们就报警 现在当然搞大了件事 那些人就批评了 这些名校搞什么差事 就是规矩迫害学生 别人想留在学校拍照 都是龟属感 为什么要罵他们 现在传出来就说 好像一些训道老师 其实就很不喜欢这一批学生 他们的解释是什么 他们解释就是说 我们为了学生安全 所以才报警 当然一个好笑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为了学生安全 你就不要赶他们到学校 在学校拍照 就最安全 这些是强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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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就着这件事 你可以有很多东西去讨论 其实有些人就说 这家学校千年道行一招丧 这家学校的名字照售 我心想不是 这个是最好的宣传 就是说给家长 我们姓保禄中学就是这么严 你们的学生来 我们的学校一定不能搞事 我们会报警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所以你放心 乖者乖女 一定是最乖的方式 是接受教育 其实这是一个好事 对家学校来说 不过牵绍太多教育管理问题 我就不想说了 因为我就想拉去另一个人说 近日 著名的前大律师 即现任的补习天王 林作 他又说关于名校的事 因为那时候 有个华裔小学 也不知道是哪个艺人 就是刘思熙 就说自己是科大EMBA毕业 林作就说 科大EMBA 好心就不要拿出来浪费 你看牛津剑桥 会不会有ENBA 读 喂 大哥 如果你所谓的名校 就不跟外国的名校去说 你这些出来浪费 你是丢架 所以引起当然网民的围攻 其实我们就希望 从这个圣保禄中学事件 去到林作挑机事件 再讨论一下 这个所谓名校的问题 以及所谓的名校情义结的问题 你想从哪里来说呢 我想从林作开始说 林作有朋友 好像也认识你 也认识你 他又很好 我就不想说 那我先说 如果你觉得他不是很想说 我真的很想说 我真的不怕说 我身边有很多人 林作都是劣平如潮 说他是白痴 说他做了很多东西 甚至说他说话很废 甚至说他说话很废 因为我亲身跟他交往过 这个人绝对不笨 当然了 如果笨就不会在剑桥 所以我是毕业 数学系这件事 是可以说话很废 可以说人很废 但他读书不废 他个人是很有礼貌 有教养 有教养 他当时读伊顿工学 他教了一些礼仪 他个人是有些傻 不要说傻 而且他有些事情 想得偏激 所以我感叹 人读书很厉害 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有时的性格 可能会主宰到你做了一些蠢事 或者做了一些事情 会被人嘲笑 影响到你的职业 就是我对林作的看法 周显大师 我对林作就不太特别看法 我说了普通的状况 就是一个人出来工作 例如出来做了五六年 你不可以再去表达自己 在哪一家学校 你表达自己在哪一家学校 我觉得很丢架 好像是自己很没有成就 才会表达 你的成就是在哪一家学校 好像李宇大 我还记得那时候 这个区议员 到了十多二十年 都说自己是会考狀元 好心 还有新闻党的两个 不知道是什么 会考狀元 A-level狀元 常常用这些东西来说 都说大学 还说中学 不如说小学 我认识有人 可能一生事业 最好成就就是英语彭美赛冠军 也认识有人 见过一个很出名的女生 我看一些名门 常常说她是一个中学的时代 揭出学生 你不要这么大一个人 我第一个方面 就是这么大一个人 出到来说哪一家学校毕业 是很丢架的 我有朋友读牛津 读牛津大学 都很厉害的 我和她是中学已经认识的 但我不知道我读牛津 我想她到时候 认识了她 二十多年才知道 读牛津 我看人家报道才知道 人家不会说的 经常说 证明你的水平很可怜 我以客观点说 中学大学也是两个级组 先讲大学 我是学术界 我读学学界 没有人关心你读哪间大学 除了第一课和尊重 第一课是用来建立你的关系 原来好像 馬草泥在伊利諾讀 田北俊同學 田北俊同學 這些就有用 最後學校當然是證實學術程度 變成一個信號的效果 但有什麼特別呢 我現在工作的地方 全部都不是哈佛,而是耶魯畢業 基本上 由你讀大學開始就發現中學名校有什麼特別 整班都是中學名校 跟我一樣 去到大學,即是某些工作場所 整間辦公室的人 全部都是Irit、劍橋、郵村 完全是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一樣東西 但當然,對於沒有這些接觸的人 是一個憧憬 很厲害 而香港很討厭 有些人利用這件事 去建立自己的身份 譬如我都說,我很不恥 有些人在說 我是喇沙仔,怎樣怎樣怎樣 我是拔萃仔,怎樣怎樣怎樣 喇沙的性格通常是這樣的 拔萃的性格通常是這樣的 華人的性格又怎樣怎樣怎樣 大哥,現在升了嗎 我經常都以為名校生是全香港最厲害的人 但為何會考慮這麼蠢的方式去區別自己 我們拔萃就比較囂張 那些九華仔就是比較囂張的 那些九華仔就是比較囂張的 心底善良一點 還有很多人說,我都會覺得這樣 我都會覺得這樣 我形容反祖現象 明明是最厲害的人 結果他們會用這麼暗的方法 去認同自己的身份 首先來說,我都讀名校的 你擺自報的,你哪個名校 總之基督教人說,別說 別說,別人丟我家 別人丟我家 總之我講出來,肯定是最多的 十家之一 但終於都扔了出行 但問題之外,我又不是覺得 我又不是太聰明了 結果後來我讀了大學 結果其他,很多澎湾同學都讀不到 好了,沒有出行都讀不到 我那年是最差的 但我覺得就是 今時今日,現在什麼社會 現在的讀完博士出來 都沒有工作 還要名校出來讀博士 這個叫做,讀書識字尋死路 打架溝女有前途 我不要說名字了 要不然那些學生來問 有多少著名大學出來 走出來說,喂,就接著做 雙碩士學位 雙碩士學位 走出來說,喂,喂,這樣吧 我出來,不如,我很想加入你們一起做賊 有個辦法,可以給我一些機會 是,這是另一個故事 那我就說,真的不行 我親身驗證 是有很多名校的畢業生 即是我們一起吃飯 周先生,我也想做老簽 有什麼方法做 湯先生說,咦? 你9A狀元,10A狀元,名校畢業的 你現在走來問這個老簽問 我都想做老簽問 不是,還沒完 然後那個人就說 其實我知道規矩的了 不如我找人 你叫兩個老闆出來 我帶女兒出來 即是,喂,大哥,不是又是說 是不是 這個故事不會煞出來 這個故事下次值得獨立一次 當中呆了,名校畢業啊 哦,回考狀元 又問這個老簽 我很想做老簽 有什麼方法? 你不要始終問問這個老字 因為我最,北口人期,北口本來最害怕 不是,我令他娛樂性 他當然不需要敲敲,因為講老簽 但又要說回,我當然決定不生孩子 但如果我是家長 我又一定是會讓孩子要讀名校 始終那種Signal效應實在太強了 第一樣東西,讀名校 就真的不是說那個學生成績會好一點 但是因為我以前小學讀的算是名校 我就知道那個名校的風氣會影響了 因為身邊個個都在那裏 小飾就做功課了 接著放學就留在學校溫習 你怎樣懶都好 你都扮一下野小飾跟他一起做功課 我這樣說,好嗎 我那個年代,逢是讀名校的男校 數學是永遠不合格 考底美國都合格 我那個年代,逢是讀名校的女校 英文是不會合格的 就算是最差的 是全部100%合格的 我不知為什麼 我現在完全不讀 是完全不讀,是徒學徒到有半年沒有上學 但是不知為什麼 那種同儕的效應是存在的 我絕對肯定是存在的 你那班全部都是讀書的精英 你怎樣差點差就是根道 還有有些人說 嘲笑我們某位朋友 說你DB 完畢業,你不是入中大 別人一流的先讀 我告訴你 我身邊有個朋友,就是南北畢業 不是中五畢業,因為被人踢出口 說得十三分什麼東西 接著去到外國 最後就是Imperial College 的Econ畢業 那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 就算當時沒有發揮效果 總有一刻會影響到你 當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脈 但是人脈有沒有用呢 就是看你自己個人的 但是起碼 我現在也認識很多勒沙畢業的人 他就是勒沙師兄 他藉著這件事去認識到那個人 或者去建立某些聯繫 都是存在的 我有個朋友 你跟牛津 你會認識很多有錢仔 或者那些什麼 我有個朋友 可以介紹 當年在二十年前 讀北大 真的很有效 現在在北大 可能效益沒有那麼大 但是二十年前 那些高幹子弟 全部不去外國 是認識的 即是現在是很好 總而言之是 即是這個聯繫 就是真的這樣 有沒有用 你用不用到 有些人當時性格很差 或者你做那一行 是不需要這些東西的 這樣一件事 但是就是可能 你需要用到的時候 就是會發揮的 如果你用不到 你什麼都用不到 至少給你一個機會 你如果不是 你就沒有這個機會 雖然我很鄙視名校情義 但是如果我有子女 我都一定給他讀名校 這就是我心裡的結論 我想大家都明白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 再見